大家好,我是哲舞的志工,我叫凱瑄 那在開始之前啊,就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人比較多 那我們在樓下有開第二現場 就是有個直播 那待會真的覺得人太多 覺得這邊很悶 或者是想要比較寬闊的空間的話 也可以到樓下看轉播 對,那第二件事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三月十二、三月十三啊 在樓川有個樓川市集 對,那到時候會有一些NG 或者是一些團體的攤位 那哲舞到時候也會有擺攤 那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可以到那邊來找我們聊聊天 三月十二跟三月十三 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 那我們的志工現在在發DL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拿一下參考一下 好,那我先問一下喔 就是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哲舞的 有的話可以舉手讓我知道嗎 有喔,很多很多 好,那我還是大概講一下說哲舞在幹嘛 其實哲學星期五啊 是有一群志工組成的 那他在一開始是在台北 就是有一群人拿著大聲工 他們在十大夜市的街口 就開始拿著大聲工在討論 那討論什麼呢? 他們就討論一些他們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那漸漸的這些人就找了一個室內 像這樣的一個空間 利用禮拜五的晚上去聊他們想要聊的議題 那慢慢的在台灣的各地 就是發展成現在大家看到的哲學星期五 那哲舞談什麼呢? 哲舞什麼都談 如果這個議題大家有興趣 那它又有公共性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哲舞談它 舉凡是大家腦中認為的政治 可能談什麼參政 談選舉 談一些制度 或者是談所謂的社區經營 談所謂的文化、藝術 假如這些議題具有公共性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哲學星期五來討論它 那剛剛也有說 我們哲學星期五是一群制工組成的 那其實它是一個免費的空間 都歡迎大家來這裡聽 那雖然是這樣子免費的空間 那也是一群制工 可是因為哲舞的經營也是需要有一些經費 例如說 我們可能要有一些場地費 所以我們也很歡迎說 各位朋友如果有口渴的話 可以再想想點一杯咖啡 或者是我們在結束的時候 也有付款箱 如果你今天的口袋有點重 零錢有點多 你就可以淘一些出來 放在我們的液注箱裡面 那這些都是大家自由意願 我們沒有任何的強迫 對 那剛剛我們說我們每個禮拜五啊 都會請不同的講者來講不同的議題 可是哲學系七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認為 哲舞的主角是在台底下 各位 今天的你們才是哲舞的主角 所以哲舞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 我們在整個講座的過程中 盡量不要去引經句點 什麼叫引經句點 就是用一些很難 好像大家都聽不太懂的語言 去講一件很專業的事情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透過 看起來比較簡單的一些語言 讓大家去了解 可能我們覺得很難的議題 因為很多的公共議題啊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只是我們可能少了這樣的平台去討論它 我們希望可以用簡單的一些言語來討論 讓大家對於這些公共議題 公共領域有更深的了解 那第二個 因為你們今天就是主角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進行哲舞的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對 那自我介紹很簡單 就是講一下說 你是誰 你從哪裡來 那為什麼會想聽今天這場哲舞 對 那因為今天人很多 所以 我們每個大概就是十秒鐘的時間 講一下說你是誰 那為什麼會想來聽這一場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自我介紹 我是幻醒展化青年聯盟的Kibi 我是幻醒展化青年聯盟的Kibi 那我是來自評論碼演秋 那會想 會想今天來是對228跟8 這個公共的歷史感想去 謝謝 那我是那個 那我是那個 來自童年的乔看 那 會想要第一次就是 兩個原因嘛 一個就是想要知道那個 導演在這個歷史場景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是念文化之產的 就是所以 一而言相關 這樣 所以一方面就是 剛好那個 菜鳥也在後面 拍了蠻多地方的 所以也是慕名的 我先插個話 就是因為我們現場啊 有公視的獨立特派員 在做一些 紀錄跟報導 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哪位朋友是不方便 就是露臉的 你跟我們 就是舉手讓我們知道一下 我們就是盡量避開好嗎 對 有嗎 所以 都OK 對 那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話 試一下 再跟我們志工講一下 好 我們現場還有做直播啦 對 現場還有直播 如果真的不方便 就是跟我們 試一下跟我們 那個志工講一下 我是整個粉絲工 我是家蕙 我是那個 7月高中的研究員 然後我是想要對台灣的文化 有變身的武器 我是金城高中的陳麗玲 然後我會幾天想來 是因為 我跟我的家人都會準時收看 燦爛時光 所以 所以 謝謝 謝謝你 所以只是粉絲的概念都對 對 其實我也是 我是金怡英文的文藝 然後也是對228有興趣 然後也是有看 燦爛時光 和菜鳥 大家好 我是金怡英文的陳巧妮 然後對台灣的歷史有興趣 然後想要從不同的視角看 就是別人怎麼看台灣的歷史 大家好 我叫洪佳英 我是一名工業設計師 然後我在上禮拜的時候 在墨西咖啡廳的一個講座是轉型正義跟街友的關係 那裡面講到政治受難者跟228的受難者 然後我從那裡感覺到我對這件事有點興趣 所以我想要過來給你們看 大家好 我是十三 我是豬山人 對 南部現場 對 然後我是想要了解那位拍片的過程 所以來 敬 大家好 我是高雄人 我叫 然後我是想知道導演為什麼會想拍攝這樣的電視劇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蔡冠婷 我是東海大學畫財系 然後今天來這邊主要是想就是在FB上看到這個訊息 覺得還蠻酷的沒有來過 然後想要更了解一下這邊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鄭惠文 我是政治經濟所的 然後我就是想要聽聽看228就是族群的關係 就是多了解這方面的事情而已 請謝謝 大家好 我是基大副眾的陳子萱 然後今年未來是因為不久前都在準備學測 然後最近又在準備個身 所以個身的資料 所以其實還沒有機會去看成還是什麼 但是一堆這部戲很有興趣 然後今天 難得遇到導演其實是過來這裡 所以想要過來了解一下 謝謝 那個Line TV有啦 可以看 大家好 我是基大副眾的學生 然後不是第一次來哲文 然後最近因為228事件趕不過 所以有開始重新檢視這個身為遺體 那剛好只要參什麼剛好是 呃 是有相關 就有提到相關的程度 所以今天來聽相關 謝謝 大家好我是大名 老中央豪群 然後 就是因為這部戲劇 我知道 就是有聽到那個 遺農唱的歌 然後 我就想說這部劇應該還蠻 應該還蠻特別 然後才來看 然後今天剛好 都給你了 然後就蠻有興趣的 然後就來聽這樣 所以你是櫻農的本師 不是鄭導人 對不起 對不起 到底該不會吃醋吧 你該不會吃醋 用大陣的本師 呃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二中的黃修安 那 我 這次回來是因為之前 在參加共生的活動 結果有對228有比較深的了解 然後 前兩天 我們的模擬考裡面 歷史 對於27部隊竟然給我亂出 讓我非常不高興 那 今天就想 借著澤伍也 也 讓自己多對228和台中 呃 台灣的 呃 民主歷程 有更深的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阿牧 我是一個行政人員 然後因為之前有聽到 有看到蔡導 有在提到說 台灣 對於歷史劇 場景的缺乏 然後最近 今天晚上要播出的 紫色大稻辰的導演 我現在有這樣說過 所以 我覺得 這個議題應該 蠻值得給人注意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鄭向球 然後來自中興大學 外文師 然後 為什麼會來 就是因為 對歷史有些興趣 然後 剛好接受到這句 你就來了 大家好 我是老哲學 然後我是中興外文的 那 我會來是因為 我有看參戰時光 然後就是從這個 然後就來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台北台北台北的老師 我早一年沒 我們要請 請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灣在地人 我是魯怡晴 就是 呃 因為我們從小到 其實我到專科才知道 有228這個時間 所以在過往以前都完全不知道 那 所以 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 呃 我覺得有 想要熟悉 尤其是228這個區塊 所以 剛好有 我參加時光這一部戲的導演 這邊 所以就特地往這邊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楓元亞軍 我來聽是因為我阿公是台積日本民 我今天會來是因為我有一個很 很 很喜歡 蔡南時光 然後他是頭號粉絲 然後因為他上班不能來 所以我就想說 為了他 我要來聽 大家好我是冠希 我是那個 蔡南時光的粉絲 然後我也蠻想知道導演隊 是怎麼拍出 像這樣子這麼厲害的一個時代 謝謝 嗯 嗯 我是台積 我剛好說 有來做兩次工 可是 如果要準備選色 我就很久沒有來了 然後今天給我回家 感覺很興奮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端榮 然後 我很喜歡 蔡南時光 對 大家好 我是喜兒 我自己也有追劇 那我想知道 那個導演 他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 收尾方式 然後以及說 他從業界來看說 台灣的歷史劇 面對的困境 除了那個 經費 還有收視之外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解決指導 也是 大家好 我是蔡宇齊 台中人 然後未來這一季 因為上禮拜有去 工程音樂祭 然後聽了很多 很多人 講者在講 特化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 台灣人需要更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人高行政 然後 我會想要來 所以想 聽聽看能不能 就是 得到 更對 歷史紀錄上面 更多的認識 大家好 我是英文日語系畢業的 聖峰 那 我也是最近 開始比較在 注意阿爸的事情 上個禮拜 有參加工程音樂 音樂節 所以想要更了解這方面的事情 大家好 我叫邱修輝 其實我知道這部劇已經很晚了 而且是已經播完了 然後我努力的在YouTube上 找也找不到 我對這個時代背景非常有興趣 所以今天想說先來聽聽 回去再看能重播 或是能夠找到這個影片再來看 謝謝 那個Light TV Light TV 它有版權的 對 好 大家好 我也是跟我太太一樣 要在那個網路上看到才發現播完了 所以今天就乾脆來看 聽導演怎麼說這句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周金黃光的王明生 然後我來自高雄 那我會來這邊是因為 我從小到大身邊的 都已經太關注了公共議題 所以我想要來這邊 親身體驗一下大家一起參與 關心公共議題的感覺 大家好 我是中興環空的呂惠芳 我會來這邊 也是因為想了解 就是會關心台灣以前還有 就是現在對一些 就是政治的想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的陳文全 我是一個包裝公園 然後 會想了解二八是因為 跟閃雲的那個 沐沈五顆店的一筆子 然後想要看 然後想要看 想要看那個 鄭導演這一部 作品的時候 因為加班 然後被實驗看 他剛剛知道 會不會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南投的一路 我剛剛才知道 燦爛時光已經播完了 但是因為我之前在網路上 就有看過那個 燦爛時光的簡介 然後我一直想說 有空要來看一下 然後沒想到已經過來了 所以我再去找來看 這樣 然後對這部劇很有興趣 所以想要聽聽導演怎麼說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森林系的葉仁薇 那今天來這邊 主要是因為我之前看那個 《一把青》 我覺得哇 真是太好看了 然後我同學就跟我說 欸那個《燦爛時光》也很好看 然後 所以 對 所以今天剛好 那個同學跟我說 欸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那今天就來看看這樣子 欸大家好 我是來自南投的志環 我的職業是一名社工 那我本身對於歷史以及過往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情都很關心 嗯 當然我也 在了解的過程中 肯生氣也很難過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始終都沒有被教導到 到 228 甚至到後來 3月8號發生了這些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 藉由今天到現場 嗯 跟 就是聽導演去 如何用 呃 用怎麼樣的心態 是用怎麼樣的心態去拍攝這些歷史的片段 謝謝 呃 大家好 我是嘉南耀里大學聖風系的學生 然後今天也是因為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過來看 呃 大家好 我是台東耳中高山的學生 然後 家裡做草腿 那我先留下看 然後 就是班上同學還蠻多人喜歡看餐廳食堂 然後幫我也是 所以 然後 我自己對於 音樂文化 甚至 就是各式樣的媒體創作很有興趣 並且我想知道說 呃 他們要如何去影響這個社會性 改變社會上的某一部分人 所以說我也非常想知道說 這腦袋 在這部戲中是用下了什麼樣的心思 或者是 怎樣的 特殊的 標的手法去拍攝這部影集 然後 製作去影響這個社會 大家好 我是銀科大高麵 我也是想要了解 為什麼導演 我想要拍這種期待劇 大家好 我是銀科公館劉優 然後 我也是因為喜歡這部戲的題材 然後想要多了解 大家好 我是銀科大公館系的李佩宇 然後我知道 我今天會來是因為我朋友穿 就是這個訓練的 然後我 對 就是 導演就是 怎麼講 有點結巴不好意思 就是 請進 就是拍攝請進去的話 會遇到很多困難 我想知道說 導演跟團隊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靜雲社中市的蕭鴻 然後 我昨天是第一次來 然後覺得 就是收穫很多 所以我今天再來一隻 然後 也很就是 因為也是很喜歡這部戲 謝謝 導演好 大家好 我是台所會中高山學生 陳皓瑋 然後我對這一段歷史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 我覺得這是 每個台灣人都應該知道的故事 那 我等下要下等來經驗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文華高中的陳寗珍 謝謝導演 讓我們有機會 以太大實在的這個背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玉婷 那 就是 其實我參與時光才可以一起辦理 因為我完全看 就之後 再找時間馬補 然後 不好意思 我要工商補一下 就是 我們導播前進三月份在台中有四場講座 那明天第一場在東海那邊的三加一咖啡館 那大家如果說對公投房有興趣的話可以過去聽 那三月十二號在東海書院 三月十九號在法雅客 呃 新光三月的九樓 然後三月二十六號在那個峰原的三名書局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過去看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台中摺五的志工我叫黃小奈 那因為剛剛有朋友分享說就是他昨天有來參加摺飛舞嘛 那我就是先就順道來工商服務一下這樣子 因為昨天是 嗯 粉絲聯盟跟哲武台中合辦的一場就是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的一個一個座談 那其實在台灣死刑存廢是爭議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在於你支持死刑或是你支持廢除死刑之前 你都應該要更了解死刑 或甚至說你要了解當你一直喊殺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看到加害者與被害者 我們一直想要把加害者殺死 那事情就解決了嗎 但是當媒體不停的放大加害者非常的可怕 我們要殺死加害者 但是我們都忽略了其實被害者的保護 被害者的隱私 他怎麼走出傷痛等等 台灣在這塊其實拓得才應該還蠻不好的 那昨天一個講座是有請到歐盟的 就是歐洲的專家來分享歐盟的經驗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貝斯盟有捐了 我剛剛帶六本來 他是已經三本被旁邊的朋友買掉了 所以我現在身上只剩下三本這樣子 那這一本原價是250元 他是裡面有10個故事的訪談 就是訪談就是包括犯罪被害者的家屬 還有包括加害者的家屬的一個心路的歷程 那有一些書單的推薦 那一本書原本是250元 折五加是200元 那九點之後我會在樓下喊 所以如果待會要離開之前 只剩三本喔 只剩三本幣 已經被旁邊三位腦粉已經買了三本這樣 所以只剩三本 一本折五加200 那會捐50塊給台中的折五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工商服務完之後 要分享一下就是 《突然燦爛時光》這部戲 因為主持人台宣 你剛有說你是粉絲嗎 你有說你很愛嗎 你有說你很愛嗎 你有說你很苦嗎 對應該好花時間 應該說我自己並沒有把它看完 因為對我來說 因為如果你大概知道歷史的脈絡的話 你大概知道那些主角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把它看完 但是我會努力把它看完 然後因為我今天30章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 就是我們的小學或是高中 國中的課本 台灣歷史這段是在折去的 甚至我自己會希望用綜合課 因為我不希望小朋友在228 三天連假的時候 我是小學老師 我不希望小朋友在三天連假 他就很開心的去過了三天連假 所以我試圖用我的綜合課 我上來一個禮拜的就是 關於228議題這個事件的一個課程 但是包括我自己想要對小朋友上課 我都得去自己再去找資料 或者是找而信任的專家學者 我再確定一下我講的歷史是 到底是否正確 所以對我們這代來說 其實我們真的台灣歷史是 非常非常需要補課的 那透過戲劇也許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謝謝大家 各位好我是連教神明線 然後我要申明一下我還沒有看 然後聽周圍朋友都是很好看 但是還沒有自己看 然後 但我有看過鄭導演的菜鳥 我很喜歡這樣 然後我也很喜歡 燦燦時光的主題曲 對 然後我每天上班的時候 我都會在車上放這個歌 對 然後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另外我也想知道 導演在拍這個時代劇的時候 你的那個歷史詮釋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看的是誰 什麼人還是看到什麼書 然後你才會讓你拍這個時代劇 就這樣謝謝 你是喜歡歌還是歌手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Vita 謝謝 大家好我是塔丘 就是我接觸的那個導演的第一部戲是夏天的舞蹈 然後後來是眼淚這樣 那這一次看這部戲的時候我覺得 導演就是很喜歡把人家弄哭的那一次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國榮 那也是走一堂課 那非常期待你幫我回去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金神中學的理事 我會來這裡是希望我對這方面非常有興趣 我希望我未來能重新這方面的工作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金神中學聚合力的戲劇社社長 然後我們有收到公共電視台送來的海報 然後我們這次的劇本有提到228 所以來這裡深入了解一下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這禮拜五的志願 也是一個土地坐去江波爺 今天很想要來聽一位 就要說台灣這個亞視三驚 就要你的觀察和你的觀察 謝謝 大家好我是泰優 那其實我今天不知道 這邊的今天起來的嘉賓是正常的 然後我就想 很久沒有來著我了 來一下好了 那我給大家來著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漢堂 那我是拼了航向遠方的船之後 然後想說來看一看這部戲 然後也很喜歡就是他的一個討論 因為就是那些什麼彈幕的那些 那些那種討論啊我非常多 後來就是看完之後就有很多 嗯 不是很有趣 是自己對歷史的了解太少了 所以今天來就是聽聽看鄭導演的一些 就是拍得不幸的時候 有一些種就是 陳述跟他轉向去找一些歷史資料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漢子 那我今天會來是 因為我想要聽聽看 在拍燦爛時光時 它是比較敏感的一個話題 想知道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困難 好 謝謝各位 大家好我是 我還有我同學 我是台東教育台 臺灣疑問下的 一年來的學生 我也是我的老師的學生 因為最近我的老師 在跟日記報事件相關的事情 所以我是說 利用這個機會 比較了解 也會學老師在教的 內容 謝謝大家 禮拜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台中藝中的學生 那我來自張浩 那我是 因為本身就是 因為把他事件有興趣 可是很陌生 所以想從 就是各種方面去瞭解 然後 就藉此 就是從戲劇的這個方面去瞭解 那 那跟前面也有人一樣 就是我上學期住宿 所以沒辦法看電視 所以不知道我參加時光 就知道三段時光的時候已經沒了 然後 就變成現在都在看一把琴 現在下個戒指就是 好啦 補認識一下三段時光 這部劇的內容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那個 《三段時光》我是被他那首場名曲 《光希》 因為一開始 我覺得他那首歌給大家很正面的力量 就是說請你相信我吧 就像我相信你一樣 我不會把你的手放開 我覺得每次聽都覺得好感動 所以 在進一步去看這個電視 我也常常也沒有眼淚 我覺得很感動很佩服導演 這個很接觸的手法 謝謝導演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 想想人物空間 你現在做的這個地方的負責人 很高興 導演可以過來 然後 我也是有在寫歌啦 然後 但是 一直沒有辦法像正義龍那麼紅 在場 可能也沒有什麼人聽過我 謝謝 謝謝 在場 都自己人 但是其實我幾年前 曾經為了要拍一支 音樂錄影帶 有一首歌 跟228相關的一首歌 有去找過導演 來當我的顧問 有跟他請教過 怎麼做比較好 然後我把我的劇本給他 導演就 嗯 不錯啦 但是 但是後來 導演非常熱情 哇 不好意思 喂 導演非常熱情 然後 就很熱血了 寫了他的版本的這個劇本給我 然後 結果我看一看 糟糕這個要拍電影才有辦法 沒有辦法拍音樂錄影帶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導演 那時候給我很多指教 也讓我終於完成 那一首歌 GINNA 這首歌 那 很高興導演可以過來 那我們這邊賣咖啡的 所以 我們咖啡不錯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來這邊點一杯咖啡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不知道從哪裡介紹 我是阿爾手工造的阿爾 我在樓上有一個手作教室 但是 其實像 我今天是特地來找正早的 正早不知道我叫阿爾 正早不知道我叫克萊爾 那 我是眼淚的那部影片 很高興 因為大家都一直提到 《燦爛時光》 提到 就是比較新菜鳥 但是 剛剛有人提到眼淚 英文字幕是我翻譯的 因為就是 我幫正早補充 我跟他可以講 其實國內在做影片 翻譯的很多 翻譯工作者 他聽過台語 台語他會開口 他會翻譯回來 所以我很榮幸 就是正早上 當時找我幫忙翻譯 就是我台語才算可以這樣 好那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陳燕爺爾 然後我就住在這附近 然後我常常來 大家好是哲武之功運善 然後也是之前 大家都說提了菜 提了菜的時光 那其實我們都 剛好都醉了這樣子 然後 因為剛好達人在這邊 然後想說 先去問一下 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 這麼 台灣人這麼辛苦的 一段期間 然後 沾沸流離的一段期間 為什麼要去明燦爛時光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劇中的一些場景 然後 就是 或者是些道具的 佈置啊 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時代彰畫 或者是說 在一些 固定特定的一些場景 那是怎麼樣去 設想這些地方 然後 去執行的 因為我之前是張畫人 然後我之前看到 我的學弟妹來 也是也蠻開心的 謝謝 阿朗 阿朗 大家好 阿朗 我是這禮拜五的 聯邦七家 我 才做過兩次 人家 但是我 應該是 教授開張 我全部看過的人 因為我本身 對 這裡也有 大家的 老師不講 我相信 我現在看 一看一看 你看看 他在說台語 我聽得到 痛苦 當然 我在想 現在少了 可能 在說台語 沒那麼認真 但是 幾個都 我相信 台語跟熟的人 都聽起來 都很痛苦 但是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 導演 你才會叫這個 搞不好 我知道 這過程 很多人熟 人家甚至不敢演 甚至 要演的人 還要年輕 還有怎麼演 還有人說台語 我相信這是一段 很困難的事情 我想要說 我想要了解 導演 你在拍這句 在過程 在醫院 還是說 在那裡 在那裡 真的 我現在也不記得 我有一天 我看到一個 瓶子而已 國民黨的瓶子 穿 穿的馬衰 以外 理解 瓶子 國民黨的瓶子 就不一定 有馬衰穿 我了解 以前的日本人 我中部 在說 有種情形 我想說 要不然 沒有那個人 過程 我又看到他 已經打完了 這樣 我想說 這些 一些社會部分 我可能 看東西 我還對文書 有些研究 還有一些 顧問 但是沒有風險 就 我對 中國 社會的 好評就對了 我感動說 我這裡 大家好 我是楊宗麗 最後一個自我介紹 我是哲學 星期五在台中的志工 今天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鄭島 那 包含 我跟鄭島 以前 我以前在國際社會組織 在台灣分會 當 民主黨的時候 那鄭島也是我們 AI的理事 那 那個時候 就是Freddy 我啊 鄭島 我們有一群人在AI 在從事有關於人權的工作 那 其實我們在過去在推展 人權的議題的時候呢 其實 我們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認為 我們像在AI 國際特事組織裡面 我們有一個部分 叫做 Art for Amnesty 就是用藝術 用藝文的方式 來推展人權運動 其實 這個概念 我覺得其實 放到今日的台灣 不管是在各個社會議題 或者是 政治 包含政治上面 我們都應該要在各個領域裡面 都 開始要表達出我們的態度跟立場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今天各位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開始講出你的態度 你的立場 你想要去了解 228事件 了解過去台灣歷史 這是開始在表態的一種很重要的起步 那另外一個 我剛剛 從大家的自我介紹裡面 我剛剛有覺得大概可以分兩部分 一個是我剛剛講的歷史面的部分 大家想要去了解這個歷史 第二個部分 大概就是說想要了解說 台灣在拍攝歷史劇的一些困難 或拍攝這些戲劇的過程裡面 或者說應該說台灣整個影視產業的一些困境 那大家都在談台灣的部分 我想要談一些有關於我自己在看別的國家 其實我想要談一下韓國 剛剛應該沒有人在談韓國 我覺得韓國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我一直看到韓國的市場上 主流的電影裡面 看到非常多不錯的作品 是描述韓國過去的 包含這個白色恐怖 轉型正義的一些議題 但是它都會用主流的電影所拍攝出來 或是主流的戲劇 我想要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片 我不知道台灣現在DVD有沒有 26年 它其實是一部動作片 可是它放的是一個轉型正義的議題 而且拍得非常好看 就是你可以想像中現在目前 有點類似好萊塢化這種 可是我認為呢 所有的戲劇要拍得好看 你要把一些公共的議題放在裡面 政治的議題放在裡面 因為所有的 包含戲劇作品我認為都是要 必須要立場的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很多人 尤其現在不管是影視 不管從綜藝節目到我們現在的戲劇電影 其實我們比較缺乏說有一些重心思想 或一些有意識形態的東西放進來 但其實我們不要忽略 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 用意識形態在操作我們的影視產業 我說過去的國民黨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做我們的那時時刻 那也有 現在也有拍成這個紀錄片 因為我沒有看紀錄片 那我看了這本書 那我就覺得 真的 過去的我們所有的電影 其實都帶有很濃厚強烈的這個 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可是其實我們在台灣 其實一直到這幾年 我們才逐漸的 也許有看到一些轉變 也許你看到這個賽德科巴萊 從這些作品裡面 可以看到 開始有很多的影視工作者 他們願意去展現出自己的態度 那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 我今天也很期待 鄭導會來分享說 從他的一個實務的一個工作經驗裡面 如何去看待我們台灣 整個這個產業裡面的一個 很 我覺得很嚴重的一個困境 大概是這樣 可能真的不想浪費時間了 就把主持棒交給阿楓